-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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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今天 - 再確認一下,所以今天是 - 是誰要幫你引導者? - 是誰? - 黑貓還是出席? - 我的引導者吧,然後 - 中間會留一段讓黑貓來分享一下 - 應該是誰 - OK - 為什麼那個聲音有點重? - 聽聽有心學有 - 應該是蠻多人 - 對這塊板子有興趣吧 - 因為我有五塊要 - 五塊要 - 要贈送出去啊 - 野生的嗎? - 對啊 - 然後昨天也有一個老師在問 - 可是我覺得這個 - 用在教育上可能不是那麼好入手 - 當然因為他那個什麼 - 光是掃入那個門檻就有點 - 他要先把原廠的 - 要先清掉這部分就會 - 有一點疾首 - 對啊,我就覺得這件事很討厭 - 所以才 - 上次我們就開箱測試過 - 就是遇到這種狀況 - 所以才 - 就是好搞定嗎 - 我也不曉得 - 等一下我們可以 - 等等分享的時候再提出來吧 - 對啊 - 那分享的時候再討論吧 - 還是說要先練一下那個開場白 - 好,我弄一下 - 不好意思 - 弄一下東西 - 設定一下 - 昨天有點失明 - 再看那個OBS的一個串流東西 - 然後順便把那個多個串流分享的那個外掛把它弄起來 - 然後我發現那個好像是中國人寫的耶 -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 然後他那個什麼 - 他是說在百度那邊有人拿他的那個外掛去賣 - 他是說那個 - 就很奇妙的一個故事 - 今天有人要供筆嗎 - 是Sam嗎 - Sam要幫忙開供筆 - 就是幫忙寫一些相關記錄嗎 - 我在幫忙開供筆 - 我把連接都出來 - 對對對 - 對啊 - 對就是 - 然後那個什麼Sam如果 - 如果你是今天要幫忙寫出的話 - 然後就幫忙寫 - 那就是 - 就是那個 - 那個開發完 - 鄭重協助這件事情 - 就是那個Linky那個板子 - 然後你再 - 再跟我講你的那個 - 你視訊我 - 你的寄件方式 - 跟你的資料 - 好那 - 那就來開場一下啦 - 等等喔 - 等等喔 - 再等我一下 - rab 只會 - 只會 - 用這個就有點手忙腳亂 - 現在手忙腳亂 - 用這個就有點手忙腳亂 - 用這個就有點手忙腳亂 我不知道要打哪一支帳號 什麼意思 你剛剛說在 手網腳亂嗎 我也在手網腳亂 一下子要登HuckMD 一下子要登HuckMD 一下子要什麼的 對啊 有時候就是太多平台 或是要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是 有點困惑 嗯 下來 我已經閃起來了 好 好像有看到畫面嗎 手跑掉 有的 欸 欸 欸 不知道是網路太慢還是 一段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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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要做的 也要拍照 月 一段跨過去 1段跨過去 我就會被 破壞 一段跨過去 五段跨過去 就算了 一段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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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段跨過去 一段跨過去 嗯 嗯,怎麼會這樣? 欸,好了,可以,可以,搞定 哈囉,各位早安 歡迎來參加禮拜六早上的半漫學活動 那半漫學活動,它一開始是為了防疫,然後共學而發起的活動 然後透過來自不同社群的朋友,我們一起發起內容 那個要學習的內容或討論的問題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都是跟科技技術有相關的內容 那如果有興趣成為引導者或是發起活動的分享者的話 歡迎在半漫學社團們提出討論 或是我們這邊會有一些朋友會幫忙協助發布活動 或是開順帳號,讓大家可以更愉快地進行這整件事情 那基於那個open source那個精神的原則 我們都會把這些相關的資料放在那個HackMD上面 或是公開在網路上討論 那目前所看到那個HackMD的那個資料就是 就是要把半漫學活動的一些詳細的說明 那成為半漫學的引導者 你不必要說你一定是最厲害的人 因為就是學習 不對,對不起 就是你必須對你想要分享的主題或是分享的內容 是最有熱情的人 那你來發起這個活動的時候 你在過程中就會得到獲得很多人的回想 跟補助或是教學或經驗上的回饋這樣子 那我們一起在這過程中一起 一起行走一起學習 然後一起變得更好 那所以我們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你是不是專家不重要 就是願意分享成最重要的最受歡迎引導者 那我們這邊有這個文件 你有分了幾個區塊 第一個是題材發想 題材發想的話是有些朋友是非常有熱情 就是 可是他不知道要講什麼 他很想要參與這個活動 那所以題材發想是 就是所謂的許願詞 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去描述你想要討論的話題 或是想要聽的主題 那也許有些比較熱情的人 他們就會比較積極熱情的人 他會覺得這沒想到這個也很想聽 這我剛好我知道一些 或是想我願意開始 那他這個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啟發的一個起點 然後再來就是規劃中 規劃中就是代表說 我們提那個什麼內容已經差不多決定好了 可是時間還沒還沒喬好 所以我們就會放在這邊 然後另外是已經時間內容引導者資料都已經 都安排好 我們就會把它放在 放在這一區裡面 所以我們就看到今天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就慢慢學 看阿米發的這個主題 然後以及晚上的話 有那個Brendon跟大家分享 他自己開發的那個抑制拼圖 那禮拜天的話 我們後來發展 前面兩個月的瘋狂活動 這樣測試下來 我們覺得一個禮拜還是安排一天休息一下好了 當然實在太累太精實了 所以我們就是有個默契 就是我們禮拜天都是不排活動的 那可是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或活動上問題 歡迎在那個班班學的活動提出來 那過去我們的班的活動的紀錄都會放在這邊 基於Open的精神我們都會把它放在這邊 如果你對於之前的主題有興趣 可以回去看一下 然後過去發生什麼事 或是說你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 就是班班學的一些不同的形式 以及你想要怎麼去測試這些事情 那以及我們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希望這幾件事是社群共好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在推廣的理念 或是經營的社群或是社團 你也歡迎在成為引導的活動的資訊裡面提出來 那我們會特別去強調這件事情 就比如說分享主題就是 以那個Fly為例 就是他有自己的FlyLab FLab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例子 就是班班學X FLab Party這樣的概念去推廣大家的活動 我們希望是社群共好 每個人可以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然後也推廣彼此的理念 那我就描述就到這邊 然後就把麥克風交換給朱琪 大家可以聽到我嗎 我把這個結束一下 等一下 謝謝洪奇的分享和開場 請問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畫面嗎 可以啊 可以看到 可以看得到 所以朱琪你要先從模組開始講嗎 對對對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這個 就是我手機的錄品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的這些東西 就是今天可能會先講一下 就是先接著成這樣的文章 把模組的東西講完 因為上一次我們只大概介紹了一下 如何點亮BW16上面的LED 但是其實這篇文章 後面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就是晨亮他後面有介紹說 模組要怎麼樣燒錄程式進去 然後同時呢 晨亮也給我們 就是展示了一些他自己的那個 Library 基於BW16跑的一些 SPI 就是顯示在LCD上面的這個示例 對 今天的那個流程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就是燒錄模組的那個過程中 大家都會遇到一些各種各樣的那個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會請黑貓或者是LV來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他們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的一些經驗 OK 這個應該大概大概今天的那個整個的流程 我們就先回顧一下 就是這個網址我剛剛有創建一個共筆 已經貼在這裡的晨亮的那個RTL8720DN使用手冊子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進來看 上一次我們大概介紹了一下RTL8720 這個這個板子其實叫那個有名字嗎 野生的RTL-Dreno 然後它上面的這塊模組呢叫BW16 大家可以從左邊這幅圖上面可以看出來 它那個那個那個鐵皮的那個上面有印 國安同BNT BW16 然後這個模組裡面內置的SoC晶片呢 是第二行WiFi RTL8720DN 所以 朱奇你的畫面是我們 我是要看哪一個 看你的那個那個影像截圖嗎 還是要看你的文件 誒 大家看的是哪一個 哪一個 等一下我重新分享一下 我重新分享一下 你把文件你把文件往上拉 因為你把你要你要 OK 對不起 因為我們不知道你在在講哪一部分 OK OK 我翻證錯我的屏幕了 嗯 好 那重新重新開始一下 對 嗯 我現在用了這個文件呢 大家可以在共筆的參考資料的這一欄 找到成亮的RTL8720DN使用手冊 嗯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它那個 看這幅圖 對 上一次呢我們講到了RTL8720DNBW16這塊開發版 然後如何點亮它上面的LED 對 然後這一次呢我們就決定就是跟著這個文章的脈絡繼續往下走 嗯 嗯 後面存量會跟我們介紹 BMT BW16這塊模組 然後這個模組裡面 SoC的那個 嗯 晶片是RTL8720DN 就是都已經刻在這個 嗯 鋼硬上面 對 嗯 上一次我們就是大概停在了這個地方 然後 嗯 嗯 就是其實嗯 我有去買一些那個BW16他們的那個模組 然後送過來的時候大概就是長 嗯 這個樣子大家可以看得到嗎 好像有點反光 帶膠卷這樣 對像一袋膠卷這樣 嗯大家就可以看到上面的鋼硬 嗯 應該不會虛招 你買到你買到這一塊多少多少錢 欸我忘了沒 我去查一下 我是在淘寶上面買的 欸您說 您說 這個這塊BW16 AISIC在台灣的公司已經有鋪貨到蝦皮的 78塊還是170塊 可以找到 他台南區的 有一個叫IoT168 嗯 那個帳號叫IoT 一路發 168 那個傢伙 已經開始鋪了 那一家公司叫做台灣 台灣IoT吧 那一家公司 台灣IoT 台灣IoT 嗯 對 AI Thinker現在在台灣成立的 那個網址就叫台灣IoT 嗯 我把那個 那間 那個賣場 我已經貼到 聊天室那邊了 你們可以點一下 好 一個大概170 180 你說這樣一塊 就是要不要 要不要發票啦 差在要不要發票 170 對 人民幣 那第二個 我記得40多塊錢 40多人民幣 一個一個 50塊人民幣 50塊人民幣就可以買到8722了 對 對 好 大概200多吧 對 50塊 可是Ai Thinker沒有打包8722 他只把打包8720DN 然後這一塊板子的前身 陳亮會講吧 陳亮的文字裡面不知道我有提到 沒有提到是 那我稍微提一下 所以 我稍微提一下 他為什麼會打包成這樣子 嗯 你看到這塊板子 他原來是附在一個綠色板子上的 那個綠色板子要死不死 它的名字就叫做RTL DUINO RTL RTL是瑞麗的名字吧 DUINO 一般是什麼 跟Arduino相容都叫DUINO 他就是要吃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塊板子的 綠板子的名字 就以為是瑞麗出的Arduino 沒有問題是沒有 因為那個板子上 那個板子的名字就叫做RTL DUINO 所以原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對 那第二個這塊板子出來的時候 不是為了Arduino 也不是為了Arduino 因為Arduino的功能很大 比這個大很多 他純粹就是為了那個 取代 取代ESP8266 這塊綠色板子就是RTL DUINO 他原來出來只是要取代 ESP8266 WIFI 然後 所以原來的模塊不是BW16 是BW12 BW12 上面是8711跟8710 這兩個都是 他原來只是2.4G的一個8711 那這一塊綠色板子 賣給誰用呢 賣給無線網卡的人用 所以他裡面的記憶體 已經預燒了AT command 所以拿過來 Arduino要把它刷掉 可是你刷掉又刷不回去 然後 然後AT command 他支援什麼 不是支援 對 他是支援AT command 就是你打AT command 他就回你 他說現在有什麼網路 對 然後他支援的AT command 是AI Sync的AT command 他支援的AT command 是AI Sync整理的 所以AI Sync的AT command 是適合Ai Sync打包過的很多通訊版都可以用 包括8266 包括這一塊 然後8722或8710自己的AT command 像說5G的那一段 特殊功能沒有在 這個原來的 RTL Arduino裡面 這樣有沒有清楚一點點 還是更亂 稍微有清楚一點 對 只是名字他取得很好聽 就是大家不知道以為瑞利出的Arduino相容版 叫做RTL Arduino 綠色那一塊 上面的無線模組 他有BW16 他的前身是BW12 那跟ARMI8D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他純粹就是一片2.4G的無線卡 他原來是要取代 那個8266ESP的 對 好這樣知道了吧 所以他原來的BW16的集成的功能 就變成是8711的延伸 多了5G的 多了5G的那一塊而已 所以藍牙相關的那些東西 他並沒有 他沒有打開 藍牙那些都沒有 8722 所以麻煩是覺得他本身有藍牙 只是他沒有打開 就被封起來這樣 不是 因為我們在談ARMI8 ARMI8的主力 ARMI8的主力像是ARMI8D D就是For Dual Band 所以你看到DM DM DM 好 那個Duo那一段 那ARMI8D裡面的旗艦級是8722DM 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他用的那個Evaluation Ball上面的 那8722裡面除了我們剛才講無線DM有2.4跟5G 那他的藍牙有5.0以外 他最重要可以讀SD SDIO都有 然後LCD可以直接support 然後Keyboard可以直接scan 那這些東西在8720裡面是沒有的 那我們現在只是把一個AT Command的Wi-Fi模組拿過來套到Arduino可以用的 所以很辛苦 原廠工程師很辛苦 因為他原來有44根腳 他被拉出來沒有幾根 對 原來那個晶片上面是有44根腳 那8722有88根腳 對 他拉出來沒有幾根 那個8722那個可以之後晚一點再最後再討論 我們可以先從8720 那8720 8720打包的除了他就AI Sync以外 另外你會找到一個FSC BW-236 他也是打包8720 那也是打包成AT Command FSC-BW-236 麻煩你前天跟我講的那一塊嗎? 對對對 BW-236 這一家是專門做通訊 叫做飛翼通 Fry-Easy-Com 而且他好處是他沒有用個鐵蓋把台灣自己設計那個晶片蓋起來 沒有他因為他代理很多家公司的無線電 你蓋子蓋起來有些人會懷疑說裡面給我的是不是原廠 對 所以這種廠商反而都不蓋鐵蓋 把鐵蓋留著 反而比較喜歡這種模式 就是不要蓋鐵蓋這種方式 便宜的他就蓋鐵蓋了 所以你意思說這個 這塊BW-236這個單價比較高一點 對於他們在推廣是單價比較高 人家那個RT就是銳利的認可度很高 所以他不願意把蓋子蓋起來 那其他小廠的他就把蓋子蓋起來 這個我們可以之後就是今天主題講到差不多後面的時候 我們再討論一下 再講這個8722跟這個馬化提到這個 我怕會全部混在一起 大家不知道在講什麼 對,因為我怕大家要誤解 因為原來BW-16他們打包就是為了一個Wi-Fi OK 原來的打包場 那就回到初期這邊 然後剛剛馬化講的那個 有在打貢筆的可以幫忙補充一下 對 就幫忙把馬化講的東西順便摳過去這樣 所以黑貓 黑貓你的貢筆帳號是LONG是你 啊 不是我是那個MINEXO79 對 就是那 就跟我那個RUN頭像 RUN的頭像 OK我看到 對 因為今天 今天有人跟我講說他要幫忙寫出貢筆 所以我要確認是哪一位 然後要把那個什麼 那個LINKIA的板子寄給他 所以可以讓我知道一下是誰在 主力是在寫貢筆嗎 這樣我猜 有在寫 對 那個今天有說要幫忙寫貢筆的可以按一下 論下面的舉手可以給那個洪奇知道一下 OK以上 對啊 對啊 洪奇 蛤 怎麼今天討論阿米巴 你怎麼會給LINKIA的套件啊 對啊 就是口釘 就是清一些零件出來 哦 是因為剛好有LINKIA 對啊 因為那批LINKIA 可以快速講一下 那批LINKIA是某個大學的實驗室 做完專案之後就沒用到 就是全部寄到口令來啊 那就是我原本想說辦活動慢慢用掉 可是後來反正現在疫情期間嘛 空間也不能再看 你還要嗎 你還要那個學校裡面好像還有兩箱 如果你要我就再出面去跟他們要 好啊 就是我想要來拿來辦活動啦 給有需要的人啦 一般人東西一直放著 你要自己交喔 我不管喔 我要回來我不管你喔 我沒有我沒有對對對 我這邊我這邊可以慢慢送 因為我供比這件事 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他裡面 我不想他裡面到底有多少東西啊 沒關係沒關係 因為我如果如果 反正我的理念是這樣 第一件事情我希望這種 這種線上交流活動 可以多一些人手來幫忙協助啊 因為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就是說 辦線上活動他需要一些人手幫忙 不然的話這個辦起來真的有點累 然後另外就是 那能回饋給大家大概就是透過 透過這種 這些小零件啊 或是小模組送給大家就是回饋了 對啊大概是這種 而且我開口版放著也就這樣放著啊 對對對 後來後來在經營社群或經營空間 我真的後來給我很大的體悟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這樣 就是你沒用到你放著 你就就是放著 那東西跟你一點都沒有意義 可是如果能讓這個東西可以 可以有需要有熱情的人 或是想要玩的人 他就發為他最大的意義了 他就一直放著 所以我就這件事給我 就是經營的Maker Space 或者是Maker社群就給我 很大的那個感觸吧 所以 所以如果有 如果你要捐東西支持這個活動 也歡迎跟我聯繫 那我們看怎麼讓這個東西 能發揮他最大的重要 好有一點的話有講太多 我們就回歸到主席這邊 然後繼續講 那個BWC 這個奇妙的野生的阿彌陀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洪奇媽媽媽剛剛的補充 然後我有把內容都交到共同裡面去 OK 然後我們就繼續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模組 它寄過來的時候 因為它是SMD形式 就是貼片的那一種 虛焦很嚴重 OK 它是那種貼片模式的那個 呃 元件 所以呃 今天為了就是研究它呢 我有給它看上呃 拼腳 但是長得很醜 所以大家呃 就是就是 就是隨便看一下就好 OK 然後現在我把這個 我昨天加上拼腳的新的一塊 呃 模組現在放到那個麵包板上 然後我們就跟著成亮的 這個instructible上面的文章 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呃 成亮它本身呢 它是用3D打印的模型 它做了一個就是 呃 2.54mm轉 2mm的一個 就是現在有一個 呃 接口吧 對 所以它就把這個模組 放在上面之後 呃 就可以 呃 就是直接給這個模組 加上引腳 這樣的形式 但是我的同事有給我打印一塊那個 跟這個類似的那個 3D打印的呃 呃 模塊 但是好像呃 就是連接的效果不是特別好 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直接 把引腳焊在這個模組上 那真就是真正的情況下 這個東西不是這麼玩的 應該是直接 就是你的開發板設計好了之後 是直接焊在 嗯 直接把它搜的焊在那個開發板上 嗯 OK 我覺得這裡是成亮 我覺得這個人很 很有趣的地方 他會想出一些很有趣的招式來解決他的問題 我想要做的是 只是說那個這個模式能不能再 讓其他人就是快速的去複製或者是說拿來用 我覺得那就是另外一個挑戰 可是他的他的起情動念 一開始去做件事我覺得是那個 非常非常聰明 對 對 第二道問題就是要解決問題 嗯 然後他也非常佛心有把他的那個 把他那個 的那個3D檔案 那sauce code都放在網路上跟大家分享 對 就是他自己的那個3D檔案的那個 嗯 如果有興趣 或者家裡有 嗯 那些人可以把這個排音機的人可以 就是自己下來以後 下載了之後去打印一個 類似於這樣的一個模塊出來 然後我們就繼續往下 嗯 現在呢就是 嗯 馬包有說話嗎 我幫 哦 對了 我要跟你們提一下好 那那個 AI Thinker他們在打包的時候 他那個模塊上面的那個間距 腳跟腳都是用mini龜 所以你現在看到BW16他用的是2mini 然後那個誰 嗯 瑞利他弄的那個Evaluation ball 那個是1mini 腳跟腳之間 嗯 我們一般拿到麵包板或杜邦頭 那是英字的 所以是2.54 嗯 可是杜邦有出2mini的插座跟插頭 嗯 所以你可以直接買杜邦2mini的 嗯 直接看上去就好了 就不用去印那個做了 哦 OK 嗯 清楚嗎 因為你外面沒有講沒有講要規格的時候 我們講杜邦就是2.54 嗯 硬起 因為一硬起25 25.4啊 所以2.5是十分之一 對 嗯 然後2mini的也有啊 也有一mini的 那個拼腳比較比較尖 對 嗯 謝謝媽媽 的補充 OK 然後我們就繼續看 嗯 因為就是如果我們要上路程序到這個模組裡面的話 我們還需要多一個元件就是USB Serial Adapter 嗯 USB轉TTL的一個一個模塊 對 然後嗯 我們就先按照程序給我們畫的這個就是Ping Map 我們先進行一下聯繫 嗯 現在 我有這個USB Serial Adapter 然後 我們先把 這個板子上面它是有Log UART 把這個圖點給大家看 在這個板子上它的那個這個模組上它是有Log RX和Log TX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Log RX連到USB Serial Adapter TX 然後Log TX連去RX 然後電源 然後電源3.3V和GRAM都接好 嗯 嗯 你切好了之後大概就是這樣 嗯 嗯 下一步呢就是 嗯 陳亮教我們說要先把Log TX接D Connect to Ground 然後呢 再把 上面有一個叫EN的PIN角就是Enable 嗯它的功能大概跟Reset差不多重 重啟 對 它要先把這個Enable的這個PIN角先連去D 然後再連去3.3V 就是把它 先拉低再拉高 然後去 嗯 TRIGGER一個就是板子內部的一個Reset的過程 就是 相當於是重啟這個板子 然後 第三步呢 就是把Log TX 從 GRAM的這個 線上面 就是 Disconnect 對 斷開連接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BW16的燒錄模式 但是呢我們就先不要進燒錄模式 我們就先Reset一次給它看 現在呢我會把我的這個USB Serial Adapter連到我的電腦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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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那隻腳架是專業的嗎 對 不是啊 就採買了 就是 就是去那種專門就是搞直播或者是攝影的那種片 你買的 我覺得不好用啊 我覺得不好用 不好用 因為那個什麼 太近了 不是 它可以拉很高啊 它可以拉很高 但是它很好啊 本身是個自拍杆 就是 哎呀 我怎麼開始推銷產品 哈哈 你這個廠商哪一個 跟洪奇聯絡一下 有一個搖晃器 那個就是一個自拍棒加個腳架 啊 對自拍棒加腳架 你剛才講它可以當自拍棒來用 它也可以當那個 攝影的腳架 一杆多用 一杆多用 嗯 不然我不會花錢買 我這個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 可以也 也先 先跳過 因為我覺得 可以 之後再 之後再討論一下那個什麼 如何做那個動手做的那個 的直播的那個設備的 的討論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有趣的一題 今天先把那個 嗯 主題 Fox在那個8720上面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剛剛我沒有說話 就可能大家不知道發生什麼 我去開了一個軟件 它是專門讀创口資料 它叫Terra 10 嗯 然後我進行了一個 配置的選項 就是我把创口 設置成COM 6 因為目前我我只有這一個 创口 就只連了這一個device 只連這一個設備 然後我把它的傳輸速度 調到1152.0 嗯 這是它的高度rate 對OK 然後現在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 reset這個模子 我先把 呃 你腳插在1N上 因為剛剛我們有說 嗯 1N是它的一個就是 嗯 這裡 1N在這邊 1N它是一個去個 這個模組 重啟的一個領角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把它先接地 然後再接去3.3 我們把串口的部分打開 然後 先把它接到地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 嗯 就是 內置的這個分位 你們叫韧體 對吧 就是這個韧體就被燒錄出來了 然後它是 嗯 嗯 國安通自帶 嗯 就是嗯 我就這裡就先不演示說 為什麼我們燒錄 就是這個韧體會 嗯 強行 讓 後續我們想要燒錄的那個 那個 Arduino的分別 燒錄不進去 我現在就先 嗯 把 Alphi的那個解決方案先拿出來 現在目前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人拿到這個 模組了之後 會被這個 國安通自帶的分別擋住 但是晨亮它本身的文章裡面 是沒有遇到這個問題的 它是可以直接 嗯 嗯 TRIGGER那個 嗯 Download mode 然後它後面就說 這個程序 燒錄之後就可以 嗯 就是把Arduino的分別燒錄到這個模組裡去了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嗯 這裡我們的工程師 所以它拿到的不是市售版 所以看起來它拿到一個就是不是市售版 對 對想的也是它是空白的 可能 可能跟我們不一樣 它是那個 它可能是很早之前的版本 那個時候 國安通還沒有想到要去鎖住它的那個分位 對 嗯 Alphi Alphi你在嗎 就是今天要不要你來分享一下你自己的那個解決方案 還是說我來幫你分享 你先講好了第一次參加這個斑斑學的活動 嗯 OK OK 好 那我先講 就是嗯 這個時候我們就 嗯 我們工程師自己也遇到了這個問題 然後 嗯 Alphi剛好也是在我們的那個 嗯 論壇裡面 發表了一樣的問題就是 How to load BW16 program with Arduino 然後我們 呃之前是我的同事 習蒙他跟Alphi在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語瑤吧 對嗯 就是到我接手的時候其實Alphi和內部的工程師已經有一套可以解決的方案了 也就是Alphi的嗯 5月11號的這個回答這裡 然後這個回答呢 它是用中英文寫的 嗯 我們就可以跟著把這個回答讀一遍 嗯 Alphi的第一個方法是通過OTA的方式 OTA的全稱是Over the Air 也就是嗯 無線傳輸的一種 它主要的內容就是通過聯網的方式 把分別嗯 傳輸到這個模組上 因為這個模組剛剛馬巴有提到 它是一個WiFi和Bluetooth的模組 然後嗯 它內置的一些AT command AT command就是一些可以和這個模組內部功能進行溝通的一些程式嘛 也也不算程式嘛 一些指令 對這些通過這些指令呢 我們就可以保陷字大一點 可以看到嗎 OK OK 好 嗯 對 然後 啊 OTA就大概先介紹到這裡 然後我們就點它提供的 這是官方安信可官方提供的一個AT指令手冊 我們呃 不了解AT指令的這些就是可以先直接跳過 但是它在附錄的部分 附錄一 它有提供了一個叫 這邊打錯了 它有提供了一個叫OTA升級流程的指導手冊 嗯 恭喜恭喜我想問一下 我是具體演示出來呢 還是就嗯 就大概講一下就好 我看你啊看你 因為你引導者最大你想要怎麼做就這麼做啊 我這邊這麼沒有意見啊 只是只是如果大家有提問我問題的話我會 我會就是看時機然後跟你提醒一下這樣子 對啊 好的好的 啊只是你呃就是我覺得也是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剛好Piva有提到那件事情 就是在當引導者或者說你在參加其他活動 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畫面上面的字 也稍微呃就是可以放大一點 那這樣可以讓那個讓那個分享的過程 會更更更有效更更順利 嗯好的嗯 現在這個字體大家都OK嗎 因為我這邊是寫的可能不知道大家 就是在使用這什麼設備 應該可以啊 就是比稍微你自己再用再大一些就好 嗯 嗯 所以就是嗯 就是這個是作為我們的一個參考手冊 然後他說我們事先要準備好的 是阿米8D的sdp 然後具體的內容就可以去阿米8Dsd 阿米8D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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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三個地盤 然後把這個 因為我自己已經下載了 所以就嗯 我就不演示怎麼去下載 從GitHub上去下載 嗯 代碼 然後第一步呢 它就是說 Connect to AP 嗯 我就先大概過一遍 它是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剛剛知道說 OTA 它是必須先聯網 然後才可以傳 任體的一個工具 所以第一步呢 Connect to AP的意思就是 嗯 Connect到你的那個 Access Point WiFi的 就是 就簡單來說就是先聯網 然後這邊 AT command 後面的那個內容就是 你自己的WiFi的名字 然後逗號 接上你的密碼 具體 因為這個AT command 叫ATPN 我們就可以在 國安通官方提供的這個 手冊裡面找到ATPN 然後它這邊有說ATPN SSID 和Password SSID呢 就是你的 就是WiFi的名稱 就是我們在電腦裡面 可以看到自己現在 家裡面的那些WiFi的名稱 然後Password就是密碼 嗯 這個聯網的過程其實就是 有一些說不定的 因為嗯 嗯 這個取決於你和路由器的距離 然後你家的那個網絡情況 像我 我自己在聯網的過程中 我可能是十次會成功一次 對 然後這個部分 嗯 我的同事西蒙 他也遇到過一樣的問題 後面我們發現 其實是因為 在聯網 在輸入這個指令 連接網絡的過程中 嗯 電流會突然增大 然後電流增大之後 會導致這個模組 嗯 重啟 就是它會自動 Trader一個reset 算是一個保護機制 所以如果要使用這個模組的話 我們最好還是外接電源 不可以像我這樣通過一個 USB的 嗯 serum adapter 來給他供電 因為這樣的話電流是不夠的 當然這些都是後果 然後 對 那個除了電源以外 你的走線全部 因為它是板載天線 你的板載天線 不要靠近麵包板 盡量露出 離開麵包板 你說讓它突出去 就很像是 對盡量突出 然後不要去碰到 不要去遮到那個 你們家自己的EVV的話 它是外接天線 那問題就沒有 你第一個是天線的問題 就是不要靠很多金屬太近 它電流會變很大很大 你把它稍微站起來以後 它的訊號 那個電流就會變小了 對我自己做的adapter 就是沒有讓它完全貼在板子上 然後但是我也沒有把天線露出來 最好露出它稍微往上 就是站直的 我在測的時候 中間那個電流變化很大 放水平跟站直的那個電流差很多 那這裡再說一下 因為天線的接口 在左上角這個凹槽的這個地方 所以剛剛馬爸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最好把模組這樣放 對吧 就是把它伸出來 你在用電電的時候 剛才你下了那個指令的時候 ABDN的時候 它最好注意一下 好的好的 嗯 還有一種方法 是不是可以外接那個IPEX 因為它裡面那個短路 短路頭有鐵蓋子在 那就因為我還沒有嘗試過 所以對它沒有留 它沒有留那個啦 就這樣講 它只有留座 那個地方沒辦法用落鐵 直接靠過去了 嗯 好 那這邊就先謝謝馬爸的補充 所以OT就是OTA指定輸入ATPN的時候 可能就會遇到 因為電流突然升高 而出個整個板子重啟的情況 所以要多試幾次 或者是像剛剛馬爸提供的那個方法 把它離金属遠一點 不然電流會突然升高 然後第二步呢 就是使用剛剛我們 因為我們剛剛有去下載一個 SDK的一個 一個一整包代碼 然後其中裡面呢 就有一個東西叫 image tool 我們就先看中文的部分 然後這個image tool 通過這個路径找到之後 其實它的樣子是長這個樣子的 然後在generate這邊 我們選擇OTA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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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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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個那個是都沒有 好奇 其實 昨天 Yelphi跟我講了一個通過指定的方法 去燒錄 Firmware的那個那個方法 所以我想讓他自己來解釋一下 不然我覺得有點在take他的credit 對 嗯 我先去找一下那個網頁在哪裏 有一個辦法啊 就是半半學的這些齁 如果大家都是要玩Arduino的齁 就大家集合在一起啊 就 就一個人這樣 紙片一次代工就不做完 哈哈哈哈 那速度很快啦 那速度很快啦 就是你有插腳的話速度很快 夾上去一下下就好了 客廳級工廠是不是 呵呵 有啊 我們以前買Arduino 328的時候 買到空白的也是 自己稍微都等於是這樣一片一片夾 很消失 哦 對 其實這篇這個方案的提供者 Elphi 他自己也意識到就是我們的Image 2 對瑞域提供的Image 2 只能在Windows系統中使用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這樣的command 嗯 我看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要把一些文件 放在一個資料夾下 就比如說這些Arduino image 2 然後flashloader 然後還有這些binary file 都集中在一個資料夾下 然後再敲這個指令 就是運行Arduino image 2 然後把它連到那個串口上 應該是這個意思對嗎 Elphi 哦 對的 就是用瑞域他原本提供的Arduino的Image 2 使他原本瑞域就針對Ninas Mac Windows就才有 那最主要的差異就是之前為什麼 就是朱祺跟西門他沒有成功 就在於他畫面上有一個KM0 KM4Image 2.bin檔 這個bin檔你必須要產生一個兩媒的空的 binary file讓他直接override掉 那之後他就可以洗掉他裡面的OTA Image 1跟Image 2的保護機制 這樣子的話再用他原生的Fullloader 他檢查都fail的時候 他就會跳回他原本的Arduino的程式 簡單是這樣子 嗯 謝謝Elphi 對就是這現在沒有一個辦法就是很直觀的來表示他 但是大概這個流程就是像Elphi剛剛出的那個樣子 我先把這個 我補充一下就是 Elphi那個 我有把共筆貼在聊天室那邊 你可以把遇到的解決方法打在共筆室那個地方 對因為今天好像打共筆的人沒有 好像都有在打 好 等一下要讓你說話來 你做好一下準備 我把OTA講完 然後就準備讓你開麥了 哦好行 對 就是第一個方法就是叫OTA嘛 然後我們繼續看這個Image 2 剛剛馬爸那個問題打斷的非常事實 這個東西他的 這個方法他的缺陷就是他只能在Windows系統中使用 我們選好OTA了之後 我們去找 Image 就是KM0KM4Image 2的這個Binary File 我們把它放在這個路径下 這裡我就不帶大家去找 嗯 如果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再就是敲我 然後去問一下或者在視頻裡面留言 我這邊就不講太細 因為今天內容好像有點多 就是把這些文件都選擇好了之後 我們選Generate Generate的意思就是他會把這個Binary File 轉換成一個OTA的Binary File 就是可以通過無線網絡成熟的一個Binary 然後這個先生存的Binary 然後這個先生存的Binary 你選擇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它存在裡面 嗯 就是當你 就是當你就成功做好這個文件了之後 你就可以再一次回到 嗯 回到這邊的那個 Humpboard這個端口 通過AT Command的形式 這個AT Command叫ATSO 然後 嗯 你自己的那個 WiFi的IP地址 還有它的端口 具體怎麼去找呢 官方的這個文件的附錄1 這邊有提示說怎麼樣去找你自己的 嗯 就是端口 還有IP地址 然後你把它填在這個ATSO之後 不好意思跳來跳去 有點亂 嗯 下次我覺得還是我自己整理一下 然後再做一個工具出來給大家看比較好 嗯 就是你把自己的IP地址和端口填在這個裡面 嗯 就是連網成功之後就可以傳輸這個Binary File到你的模組裡 然後傳輸成功了之後呢 嗯 就可以把這個模組進入下載模式或者是Flash Mode 對 啊 對 進入Flash Mode之後再把這個韧體傳進去就OK了 就不會再看到那個BNT了 嗯 可以嗎 嗯 好 可以換我的吧 對 可以換你了 這是第一個方法 然後現在FayMove會給大家 嗯 講一下他之前遇到的問題 然後他的第二種解決方法 好 OK 欸洪奇有要先講話嗎 啊 講話 講要講什麼 我剛剛有看到你在聊天室那邊打一些字 沒有 好 我是在回覆你啊 我以為 我早 早上有人問我 問我那個活動在哪裡 我以為有人要 要拿板子 希望可以獲得板子來協助攻擊啊 可是看起來我們這件事沒有發生 對啊 可能還要再留下 或者是說今天這個主題不是他了 所以我在想這整件事要 這個活動 這種協助的活動設計要再想一下 因為看起來 看起來 他不是為了這個東西來去打的 對啊 看起來留言想要了很多 可是願意幫忙的也不少 那他不用 我現在就只是 好啦算了算了 那換我來吧 OK OK 我覺得結束分享 OK Share my script OK 好 那我先切一下我的 碰筆 那一模一樣的 我們一起 碰筆也熟的 發出來 好 OK 那 之前我從 Ponky那邊收到的 就是跟著Arduino的GrooveKit 那邊有收到 就是這個 野生的BW16 那我收到的是EVV 就是開發版 OK 那 那個時候我就遇到說 我燒Blink進去 他就向我 攝影鏡頭這樣子 他沒辦法動 對 然後是什麼都沒亮 對 那我那個時候 有發現 等一下 黑貓 你是收到開發版 8720 對8720DM 你是收到RT Arduino吧 對 RT Arduino 對 RT Arduino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EVB 對 這就是什麼 這兩個是 EVB 像 你去那个瑞利的官網 它不同的晶片 它就會給一些 所謂的Ivaluation Bowl 就是有些廠商 他要大量使用之前 他希望測他的物理特性 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看到他的EVB 不会针对说 我只针对无线电 懂我意思吧 所以像举个例子 他阿米8D的那个87 你会看到板子很大很大一片 蓝色板子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有些人 是直接用ARM开发的 懂我意思 有些公司直接用ARM的 他不是用Arduino 所以你会觉得 哇好多脚 上面光那个USB就有三个 到底要插哪一个 连供电都找不到 他就是要测 那个整个晶片的全功能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 RT Arduino 是AI Sync打包完 他原先只是要取代 一个无线电模块 所以你里面 举个例子 你里面针对里面 独立的一些脚位 像说他的TXRX 你注意看 他就有两组 不要接错了 我们在Arduino用的 都是接Log那一组 其实真正在通讯的时候 不是接Log那一组 这样懂吗 如果不是为了这种通讯的 一般的TXRX 就是直接写TXRX 不会写那么麻烦 他们是针对AT command 所以他多了一对 那个Log 就是记录用的 Log用的TX跟RX 所以这块板子 我们可能不能叫做EVB 因为8720还有很多功能 他也没有打开 8720有44根脚 这块绿色板子 叫做RT Arduino 它是跟8710共用的 所以他顶多就是AT command的一个 我们叫做Wi-Fi版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接出来的甲位不多 44根脚上接十几根出来而已 十几根可以 有用的十几根 对 所以这样子 如果我针对8720 全部的功能要开发 那个脚位就更多了 所以EVB大概晶片上 所有的脚都会接出来 嗯 嗯 哦 同意是 所以这次出了一个 Ami 8D Mini 我就觉得很怪 对啊 为什么会搞一个mini 我同意Ami 8D太大块了 Ami 8D的8722 那个太大块了 很多人会迷路 所以我们可能就不叫EVB的 可能就是说 Ami 8D打包成什么 For camera用的 For SD卡用的 或什么用的 可能就切小块一点吧 对 嗯 嗯 OK 所以就谢谢 马爸的补充 就是简单来讲 我收到我这块 Ami 8D的模组 那我那个时候想要烧嘛 然后我就照上次 呃 上次那个 想关税奖的那个方法 然后进入 Flash Mode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烧完之后 它就像我摄影机那样子 它什么都没亮 对 那当然它现在是OK的 我只是给它烧了一个什么都没有 那我那个时候按下RST按钮 我就发现它出现到这个错误 那我当时就想说 我到谷歌查看看 然后没想到我查了好久好久好久 都没找到答案 那所以我就决定 好吧 就想跟空奇瞧一下时间 然后没想到说 你在FB社团问好了 然后我就 咪了一下稿 然后我就 发到FB社团上面 然后就是 把一些我遇到的问题啊 解决图片 就是那个我遇到的图片啊 什么的 对 那过程的时候呢 就是说 呃 有发现到 就是刚好当 刚好 就是好几天前嘛 办办学 那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就是 就是VIP time 那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 马爸还有一些人 有来 有来解决一下 那那个时候我就有想说 诶 可能是我用的Arduino 2.0的关系 因为 我这个Arduino 2.0 算还蛮新的 对 可是它的Bug就多多 像是它有时候 它的Intel Sense 它就没办法出得来 所以我后来要灌了一个 旧版的Arduino IDE 然后我发现到 这两个用的时候 还是一样 那所以我就 好吧 就发到FB社团 然后后来就 很多很多人就来帮忙了 那包含 呃 朱喜 对 那就 有给我的一些方向可以去找一下 所以就比如说我用的错 的Compiler啊 或者说它的Chip有错啊 或者说我的Flash的 它的Adress有错 或者是说 原本的韧体没有清得很干净 就是在OTL的时候 可能又发现了点问题 可能就是不小心断电啊什么的 所以它没办法很正常的启动 然后就一直报警错误 那到了隔天我就跟他 跟朱喜在那边瞧 在看那个Application Notes 看说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然后就试了好几个参数 但是还没办法 然后后来 就吃完午餐到下午 我帮你一下子 然后朱喜就敲我说 黑毛黑 黑毛黑毛 我有方法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做法 就是说 我们将擦除的 记忆体大小改一下 然后就解决掉 然后也不会出现那个错误 取而代之的就是会出现 这个Image to Email 那应该说成 就成功一半了 所以我就 后来烧了一个Blink进去 然后他就成功运行 对 他就很成功的在运作了 那我把解决步骤打在这个步 就打在下面 然后 如果有在玩这块板子 应该说有在玩这块模组 可以参照一下我的做法 那如果是跟我遇到 一样的问题的话 可以参照一下这个做法 对那 只要基本上来讲 我先让他进Fresh好了 我这个按久了 所以我都很习惯了 OK 等我一下哦 Lock 呃 我现在烧一个Blink按下去 Blink的那个 Blink的程式进去 我应该要叫任期才对 太习惯叫任期 好 等他烧一下 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把我的 呃 Drill can再叫出来一下 因为我发现我的 有点温态 好 然后 这个时候就给他拔掉 然后再重插 好 那基本上来讲 你们就会看到亮了 发亮了 对 这个就是 呃 呃 有成功过后 然后你们烧一个Blink 或者说你们自己的 认 你们烧自己的认 烧自己的认体下去 应该都会看到他亮的画面 然后这个可以 拆了一个 Serial下去 然后你们会发现到 这个Calibration OK 那代表就是说 呃 就代表出现这个 讯息就代表说 呃 你成功了这样 好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我补充一下 BW16 打包碗 它预设的 Log的TXRX的包瑞是11520 那另外那一对TXRX 你如果要AT卡妹的话 是3840 是更高 就这样子 如果没有用AT卡妹就不用管他了 那这边就先 呃 谢谢黑猫刚刚的分享 然后那个就是属于说 先除模组中认体的第二种方法 就是 把它的那个 嗯 memory size 嗯 拓宽到2024kb 然后 就是等于说把里面的 嗯 已经存在的东西 全部都清除掉 然后再灌新的 嗯 瑞育官方的认体进去就ok 就可以 嗯 通过Arduino去 然后我现在开始我的分享 嗯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迷路吗 可以 那就是我们就再回到那个呃 就是原厂他自己的那个模组出来之后会被锁住认体 然后 然后 嗯 大家可以看到我那个摄摄摄像机的那个 那个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摄像机的界面吗 可以啊 ok ok 那我继续 就是 就是因为烧路的过程中很麻烦 因为你要不断的把那个呃线进行拔叉 就比如说这边有讲到他那个lock tx的这个ping角要先接地 然后再拔就是拔出来 然后那个en就是enable pin 这个引脚要不断的先就是接地 然后再接3v3 所以我就觉得呃太麻烦了 然后就放了一个button和一个switch来代理一下这个过程 嗯 我可以跟大家演示一下就是整个的烧路过程 我这边放了一个led就是表示他的电源灯嘛 就是表示说已经成功接接到那个 嗯 我们相机三合grunt 我们这个时候再把 好 sever time 打开 然后连到这个模组上去 刚刚马爸有提到他的boud rate会更快 但是我不使用atconnet 所以我还是设定为31520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嗯button是模拟那个reset的功能 然后我的switch是模拟 嗯 rock tx接地 然后再弹出的那个就是先接地 然后再断开的那个功能 嗯 我现在按下reset的话 因为我之前有往里面放那个wifi的程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里面有一个我连我们家自己的wifi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5级啊 他连的是那个2.4级的 找不到 ok 他现在找不到那个2.4级的那个 然后如果我想把我想重新进入上传就是download后的话 我要先把log接地然后按一下reset 然后再弹回去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有个空格一直在闪 这样我用Arduino IDE的comport那边写 嗯对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有个空格一直出来 这就表示他进入了那个flash mode 就是download mode 好的模组的部分呃呈亮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他写的很短 但是大家在玩这个模组的过程中都多多少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嗯 对所以刚刚那个部分只是为了 嗯帮助大家防止采明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继续往就是继续借着成量的文章往后面 现在成量他就跟我们介绍说他自己开始使用 嗯 RT Arduino这一块开发板做一些跟LCD相关的事例 嗯 嗯 他使用的那个library呢是 他自己应该是他自己在维护的一版 叫Arduino GFX 嗯 嗯他有把链接听到他的文章里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 我看到好像近期都一直在玩这个这个小萤幕的东西 对 然后模组的话我们就先告一段路 我们把开发板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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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成量哦 现在我其实有稍弄一个就是 就是他自己Arduino GFX里面的一个事例叫Clock 所以他应该是用了一些real-time clockRTC的那个功能 可以拿到现在的时间是11点10分 哎 就要怎么摆 好像好像不太准 应该大概方向是这个样子 就是好像时间不太准 ok but never mind 我们继续 嗯 就是我拿到这个开发板的话我自己的开发过程是 因为首先 嗯 我们就是瑞宇自己有一个SPI的Live 然后他支持的那个屏幕 是ILI 9341 Driver 嗯 嗯 就是我这里先大概提一下就是屏幕的尺寸不同 他可能用的Driver会不一样 嗯 我自己家里面有一块比较大的3.5inch的屏幕 但是他里面的Driver是9488 然后前段时间就是开始玩这个屏幕了之后 我就发现9488的那个部分的code 虽然写在了成量的Arduino GFX 但是好像要开一些macro才可以正常使用 嗯 我就找我的同事宇瑶借了一块 嗯 基于ILI 9341的Driver的屏幕 也就是这一块 他用的是AdaFruit的一个Shield 这个Shield呢是可以直接插在Arduino上面 对 然后我就拿到了这块这块屏幕之后 我就发现成量在做这个视力的时候 当时他用的官方的就是Arduino SDK还是3.0.6 但是目前我们的官方 SDK已经升级到3.0.8了 在3.0.8里面是已经给这个 RTL8720DN这块开发板做了porting 所以其实这个视力中间有一部分的内容就是 嗯 你用新的SDK画的话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这个引脚图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引脚图 我们知道就是在在Arduino IDE里面写程式码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采用 使用最里面的这个数字PIN的方法 或者是使用第二层PA15或者PA27 这个引脚真正的名字的叫法 但是因为在3.0.8的那个SDK中间已经 就是瑞宇自己内部的工程是已经 把这个板子破了进去了 所以它PIN脚的名字不可以再参考这张图片 具体怎么找这个 具体怎么去找这个 这个引脚的名字呢 我们可以先找到自己的FDATA 然后Local 然后找到Arduino 15 然后点开PACKAGE 点REALTECH 然后这里就可以看到HARDWARE HARDWARE中间呢 有一个部分是VARIANTS 所以我的这个 这个Vitual Studio Code 就直接是把这个一整包文件拉出来 然后我们锁定到VARIANTS之后 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开发版 这边有8722DNM 然后还有8720D 就是会看到不同的那个芯片的名字 我们点开8720DNMDW16之后 可以去看到它的VARIANTS.H 在这里加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对于每一个它的那个顶角 我们重新有复制一个数字 在代码第67到第80 有没有看聊天 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及时打断 也就是说和这边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个PA15 这边写的是数字18 但是我们在代码中间找到PA15 之后发现它的数字对的是9 也就是说现在那个程量文章里面的所有的 它提供的这些数字 PIN 这些GPIO的数字PIN 我们都不可以使用 我们必须参考这个代码 以这个代码为准 这是第一个雷 我这边就先演示一下 我如何通过那个瑞宇官方的SPI设定 把它烧录到这个BW16这边去 嗯 我们先找到Ameba SPI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视力是以IRI9341开头 也就是对应的 嗯 和我这个屏幕 和我这个屏幕一样的Driver 找到视力 找到Ameba SPI PFT LCD Basic 然后 现在呢 我们看到它的代码中间是只有这些 而只define了这些我们已经存在的开发板 而没有这块隐身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复制刚刚上面那一行 然后 把我们这块隐身开发板的名字加进去 8720DN BW16 对 然后刚刚也有提到过说它的 嗯 各种领角是有 有变化的 我这边其实有做一个 我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嗯 这个呢是Adafruit TFT的这个 拓展板的银角 它使用的是第8根到第13根的银角 然后分别作为SPI上面的MOSI MISO DCCS 这些PIN的功能 如果有问题可以打到 对 对 诶 主席啊 您说 我刚才看到你那个那个里面8710 反而是有啊 对 对 我自己也觉得 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8710 对 因为BW12就是8710 可能是他们往里面加了8710 就是我的同事往里面加了8710 哦 所以8710才发现 对 对 好 那是8721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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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巴瓦的 但是沒有看到8710 我去找一下 不用找,因為8710的模塊很便宜 3.9塊人民幣 10還有在生產嗎? 我們軟件組織沒有在玩 可是市面上有在流通 因為馬爸問到這個問題 也是有一些人在問 這個會不會像Linkia的方式 哪一天就不幹了 或者說他的量太少了 有些人玩這件事情 其實為了是日後想要拿來做一些產品開發 可是他如果讓他斷頭了 兩三年就不完了 所以他們應該很傷心了 明白,就我來看的話 我覺得阿米巴瓦D是一個阿米巴瓦的升級版 所以阿米巴瓦D中間的功能一定是會包含阿米巴瓦 只是現在我們軟體開發組還在不斷的往裡面加一些心 就是慢慢的玩上阿米巴瓦D的SDK 讓他變得像阿米巴瓦一樣 對,可能還需要再維護個多幾年 我還有一個野生的看法 請說 你只要看到RTL打頭是87的 不是北七,是發去 要用香港發音 發去 你看到87打頭的大概都是IoT的 問題都不大 問題都不大 你說87 你說87開頭就是他的量更穩定度或資源度都會比較好 就比較好一些 新的架構阿,IoT的架構阿 OK,OK,懂了一次 好,那朱祺再 其實其實我有問題想問 但是有點偏題 請說 對,最後再去問好 因為我想問 那8195是一個很穩定的一個產品 為什麼 就是 就是他不是87開頭的 但是他其實也很穩定 我就想問一下馬巴瓦為什麼 他最有名的就是NFC 對 87裡面好像沒有看到NFC 這個87的話 那要外接NFC模組才可以 對 他是 對 81的那顆8195 他就是NFC 當年特別有 然後特別牛 哇,好厲害 對 LV有在屏幕說 8710AF和8710BF 在很多社會家居的圖鴉中有需 阿根廷也有人在 OK 謝謝 反正 反正87打頭的都不錯 那都是IoT後面的設計了 對 嗯 但是我們組的話 目前就只維護872什麼 對 就是 剛剛Elphi說的是871什麼 這個可能是其他的部門在維護 嗯 好 那我們繼續 嗯 繼續 繼續 就是這邊的話 嗯 因為我們有加一塊新的開發板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把它叫 你們講的名字全部都define好 嗯 然後剛剛我有給大家看到 其實這個主要是給電貓講 因為他已經可以亮LED了 對嗎 其實在買一個模組就可以開始玩一些 屏幕的一些 display的那些功能 嗯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代碼這裡要求的是 我們要給他一個reset pin 一個DC pin 和一個CS pin 然後 然後 為了大家 為了方便大家看 其實已經把代碼的部分翻過來 這個是BW16代碼的 Variant.h 裡面的部分 然後這個呢 是我在網上看的那個 Adafruit TFT touch screen的 pin的一些功能 嗯 所以我們就只需要填入這些部分 比如說reset 我們看的是2號 然後EC 我們看的是8號 然後CS 我們看的是9號 我們就填289 啊 9 就可以進行這個程式碼的收入 因為就是剛剛我有反覆知道 我說3.0.8 因為我自己的版本還是3.0.9的內側版 也就是說3.0.8版本之後 這個版子是屬於官方在 呃 兼容 但是裡面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還是請去請去找安信客或者是不安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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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開一下serial monitor 因為剛剛是從模組切換到開發版 所以 就 有變 從6號到10號 現在 點燒錄 進入 Flash mode 然後 直接 Upload這個程式進去 嗯 稍微等我一下 他他扛號的過程有點慢 好 主席加油 不要放棄 嗯 我怕耽誤大家時間 我想盡可能在12點之前把我該講的東西講完 哦 對對對 很歡迎 對 應該再給我個十分 十五分鐘左右 嗯 但是也許可以可以討論一下那個什麼 對啊 如果如果要解決那個什麼 就是第一關難解的問題 那那個那個開發網開發 就是設計上要怎麼怎麼調整會比較好 這個得問硬件 懂硬件的人 我是不是特別擅長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已經開始跑一個 官方的那個 嗯 驗證說 SPI屏幕沒有問題的一個 代碼 對 這個是官方勢力的跑法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 陳亮在他的文章裡面 有提到他自己用的一個 叫Arduino GFX 嗯 我這裡也不掩飾怎麼下載 其實這包 這包文件已經在我的 Arduino的這個 Library裡面 是 解壓 他安裝好之後是長 這個樣子 叫Arduino GFX 不好意思我把自己調大一點 讓大家都可以看 Arduino GFX 嗯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 視力關掉 因為我們知道 嗯 官方的視力已經可以成功在這個 BW石頭上運行了 我們現在就去看一下 陳亮他這個 延伸的這個視力的部分 我們找到GFX Library for Arduino 我們就點一個最簡單的 我們從Hello World開始 先把這個部分關掉 先把這個官方的視力關掉 然後我們點開看 嗯 成亮的Library Hello World 嗯 從他的考面這邊可以看到 說他是支持 他是支持 RTL872X4系列的開發板 但是這邊代碼 明顯得他的 銀角的聲明是有錯的 我們具體銀角的聲明在哪裡 我們就先回到 JustYouCode 我們先把 剛剛開的 這些Learns發生在文件 我們先找到這一包文件 ArduinoGFX Master 然後去Example裡面找到HoloWorld 點開之後 發現他這邊有做一個 Display Development Key 這個英文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支援各種類型的開發板 然後我們 啟用搜索功能 就是按住Ctrl鍵 我們看到他已經有個 把這個下滑線的出現 點他這個名字 他就會引導我們到這個代碼 他真正的那個原始的 寫的位置上面去 然後其實這個代碼 之前他這邊寫的全是RTL8722DM 我自己有給他做修改 改成RTL8722DMVW16 然後同時呢 我把銀角重新收明一下 最近你們會參考 我剛剛給大家看到的那個 這邊 可以看到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我陸續 去後面會把他做成功能 丟到 丟到那個 所以這個部分 聲明完了之後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文件 需要更改 就是在 Data Bus 然後Hardware SPICP 這個文件 然後我們這裡 之前他聲明的也是RTL8722DM 然後我們要改成RTL8722DM 改這個的目的就是因為 在3.0.8之後的SDK中 我們已經可以認可 RTL8722DM這個名字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沿用 之前那個開發版的名字 RTL8722DM 我們一直在做 一直在修改 所以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所以我們模塊 直接買8722DM的FM431DM 就可以直接用了嗎 可是馬爸你剛剛也說 那個模組 它的那個銀角距離很近很難用 我覺得應該是 還好啦 1mm還好啦 1mm不算近 1mm跟一般電子元件差不多而已 1mm真的還好 我覺得2mm都已經很近了 1mm的話就完全是沒有辦法開發 就是如果是作為個人玩家的話 1mm有出 也是有出杜邦插頭 你也可以不用焊 直接把那個頭插上去就好了 對啊 我下面去 等一下回去了 所以馬爸你剛才那個問題是說 如果是那個8722DM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有票口那個零件的話 就 就是那個資源度還是 也是也是還有 就這樣問出去 我們就沒有 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他原來他們在編阿米8D的 全部都是8722DM 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問題是兩個單價又很近 是 我們現在買BW16跟那個8722的價錢很近 只是揭曉一個是2mm一個是1mm 嗯 懂意思 現在程式收錄好了 我們就會看到 程亮的那一包Library 其實也可以成功的在這個 小板子 8720DN上運行 好 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程亮他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一張簿 叫WiFi Analyzer Dior Band Wi-Fi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芯片和ESP最大的區別 就是它是支持2.4GHz和5GHz 所以 一般的像ESP的話 它可以只能看到一條線 我先解釋一下 這個圖形上面說明就是 上面這一行呢 是2.4GHz 你可以搜索到的頻段 下面呢是5GHz的頻段 對 具體的文章 呃 程亮也貼在這裡 是 嗯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評論一下 嗯 嗯 OK 這是它跑ESP的那個圖的那個 一個顯示的方法 對 然後它這邊有說因為GWiFi 嗯 這個ESP內部的模組支持 所以它換了一個模組是RT18720DN 然後它是支持2.4GHz和5GHz的 所以我們就再跑一下它這個心理 嗯 同樣呢我們去一張後找到 剛剛就是安裝好的程量的那一包 叫R GFX Library for Arduino 然後點 WiFi Analyzer 然後選RTL Wi-Fi Analyzer 我把不重要的文件先關一下 同樣這裡先進入 Download Mode Upload 嗯 我想問你一下 就是 所以 所以官方的這個RT18722DN這個叫Evaluation Board 就是因為它要把這個芯片裡面所有的銀角 儘可能全部都拉出來 是嗎 是的 你裡面有的那些功能啊 什麼SD卡 什麼什麼亂七八糟的 全部都有 都有接角 再問一個問題 你如果我們要自己做開發板的話 我們是去買這個模組嗎 還是買你們的芯片呢 就是買上面那個綠色板子 就是你們開發板上面那個綠色板子 然後您剛剛說那個1mm的那個接角 就是在這邊 對 那個地方還好啊 你打包成像說 你要打包成有SD卡 有藍牙播放器 有螢幕 都還好啊 是嗎 可以看一下那個圖嗎 看一下那個 那個 麻麻紙的那一塊 我們直接看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們在談的是什麼 哪一個圖啊 就是那個麻麻 上次不是給你431嗎 上次不是給你431嗎 FM431 上次不是給你連結嗎 在淘寶裡面在賣 因為剛好有人在問 就是綠色那一塊 我去淘寶的時候收一下價格吧 50塊 人民幣嗎 對 對 很長 OK 看到了 好 這一塊 好啦 還會來玩一下 應該 我覺得我能應該 可以停 可以停 可以停留在那個剛才那個畫面嗎 那個 對 對對對 這也是在考慮的問題 因為什麼BW16 它有一些 要玩的話 它真的有一些門檻要跨過去 而且 而且那個瑞玉這邊也沒有 也不 因為不是他們家 不是他們家的那個產品 所以不會 那個資源的積極度 跟那個時間也不會那麼快 所以我這也一直在想 就是說如果這個要弄一個自己慢慢學的開發板的話 就是這 要怎麼去思考這整件事情也是一個問題 對啊 因為裡面有兩個東西很特別 嗯 你說872這個 它跟8720 最差最多它SDIO 就是你上面可以預留SD卡 你可以把你的程式什麼東西 以後就寫在SD卡上面 插上去 就可以整個弄掉 不用再燒錄了 那這樣會延伸 如果這個命題是這樣 如果我們現在指的是 是不是要走這個畫面上 怎麼不要一直跳 就是那個 這個872這個東西做開發板的話 因為它揭曉得太細了 那從這邊去 還好啦 鄭鵬奇 1mini還好 1mini比那個Arduino AVR的那種SMT台還大顆 接槳還大 了解 對啊 所以在想說 這個 也許也可以從這邊走 它只是說那個 那個開發板那個 要拉哪些角出來去做設計 對啊 我想說一下 我想說一下 對 因為我當初有講到在那個 黃衣辦學活動 就是之前那個EBB那邊 我有講到說 可以做得比較微小的話 我不知道這個 能不能做得微小的話 我不知道啦 因為我自己學的是說 我們都是買這種 它那個黑黑的IC 然後自己買回來 再自己累 對 我們沒有去考慮說 買模組這件事情 我們是直接買IC 黑貓 如果是高頻的東西 我會買模組 我比較不會自己買回來自己貼 就是有關於藍牙2.4G的 我通常會買模塊 嗯 嗯 了解 因為很多東西 我們去下包的廠商 不一定能夠生產出來 嗯 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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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先我先把該講的東西講完 啊 OK 嗯 剛剛 剛剛我有給大家看這個 所以現在就是在跑Wi-Fi 在analyzer 然後我的連線很不穩 稍微碰到它就會掉 嗯 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有上下 有上下兩條 上面呢上面那一行是2.4G的部分 下面的是5G的部分 如果想要去學嗯 兩個不同頻段的Wi-Fi 有什麼區別的話 我建議還是可以去讀成亮這邊的文章 後面它有貼一個Wikipedia的link 然後它上面就有講說不同國家 對於無線電傳輸的那個頻段的規則 然後還有可以用戶可以收到的頻段 就比如說 我因為現在在新加坡 然後我是屬於most of the world 我這邊就可以看到 呃2.4G的部分 我可以看到從1號到13號 但是14號這個區間是沒有東西的 嗯 然後嗯 嗯 這邊呢5G赫兹呢 嗯 新加坡在這裡這一行 停在這裡新加坡在這兒 然後它是從32開始有內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是從32開始 然後一直延伸到最後 在163頻段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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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167也沒有 大家都可以看到163 嗯這邊根本就沒有163 但是 嗯 167也沒有 好 就大概講到這裡 這是今天我要分享的 只是只是這個視力可以很直觀的 向大家展示說這個芯片本身是2.4G和5G的一個模組 OK 好了 那我結束分享 哦 嗯 然後那個 洪奇剛剛你們繼續討論那個AFM3 431T 對啊 是 就是就是我 我這邊一直想要 然後弄一個就是半半學的里程碑出來 就是 大家可以轉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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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體計畫 所以我那時候黑貓在提那個時候 弄一個那個開發板出來之後 我覺得蠻 蠻引起我的興趣的 只是現在 我們的也陸陸續續在討論這個這部分 然後也有很多 提供一些意見的以及 以及這個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東西板子做出來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很用 用最快的方式 或者最容易的方式 就可以進入開發 所以就在想 嗯 透過大家就是今天的分享 這個B道路是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地雷要跨過去 那這個跨過去 是不是可以透過那個開發板的設計 去把這個雷 避掉 然後去完成說 半半學的開發板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 在過程中 馬白有提到 也提醒大家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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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コ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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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在想說 開不住期要不要玩大一點 玩大一點 要自己累 玩的安心要自己累 可是這樣就 這方面 這方面 常反對 高頻的部分 那個我會 因為那個高頻的部分包括天線的部分 你應該沒辦法在我們這種經濟規模去處理 品質會很糟糕 不是你焊不上去的 你可以焊上去的問題很大 而且一定會超過180塊台幣 你弄到好一定會超過 因為那個電路板是特規的 而且你沒有搭配過 那個廠商沒有生產過 這2.4 5G的就死俏俏了 所以說在所有資源 這是我們現有的資源情況下 如果要直接存買IC回來 那會很累 而且會很難 如果它四項AVR高頻 問題不大 它這一顆上面沒有高頻 應該說這樣 它的資源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多 對 所以要取得那些資源 買得到的廠商的電路板廠商 大概都很難 就是 就可能如果真的要用BW16的話 那真的會那個 有一點難度 就是如果直接存買那顆IC回來 會有難度是嗎 那個湖水女神說想要聽 跟INVI開發流程的 講啊 因為LV方面嘛 美姬 你要講嗎 Megi想要講嗎 還是 專門做一場版版選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板子的話 我是建議BW16 因為看起來就還蠻有挑戰性 可以先做好之後 或者是說我們就買零件了 有點像是材料包的概念 就是板子雷好 然後把材料買 把材料買好 把材料買好 然後寄 就寄過來 就我們自己看 從零到油這樣 嗯 後來就是想說 抱歉 抱歉我可以打岔一下 不好意思 我是James 我打岔一下 就是 我們這邊是一定要用阿米巴 就是這種瑞育的芯片嗎 還是說其實我們 我們不限制是要瑞育的這個開發板這樣 如果說不限制瑞育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啦 我覺得也可以啦 那 對就是因為像我們家 就是我現在是在 內地的一間公司 它叫塗鴉智能 那其實我們現在就是在台灣這邊要推廣開發 開發者這樣 那其實如果大家不嫌棄的話 其實我這邊是可以免費提供開發板給大家這樣 那我們 我們合作的廠商有兩家 一家就是瑞育 瑞育是我們最大咖 那其實我們家在瑞育一年大概出了有 我們去年大概出了一億片 一億片的芯片這樣 就是跟瑞育購買的可能至少有六七千萬 而且我不太確定數量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有兩家 一家是瑞育 一家是BK BK是在較上海不公集成 那其實我想要講的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用阿米巴來做開發 87208710這種 其實有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是我們現階段遇到的 就是說 當你開發者把東西做出來之後 你要量產的時候 你拿不到芯片 對 這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轉BK了 上海博通集成 所以但是我們跟瑞育還是有合作 然後也是合作的蠻密切的 那現在我這邊可以提供給各位的就是 BK的開發板 那其實基本上功能應該是對標ESP32這樣 你那個相關資訊 對啊 資訊 你這個訊息真的蠻衝擊的 我覺得哇靠 對 而且我們家其實有點兇 就是說 我們其實把APP全部做完了 其實你基本上 你每可做完之後 基本上你就基本上可以轉量產了 所以這 而且 微信上公司就寄了100片開發板到台灣來了 所以等於是說 現在我這邊有開發板可以提供給各位這樣 然後重點是我們平台利益應該算是比較強 然後 我現在是要 說老實話 我也不不不滿跟大家說 就是我就是要去打ESP32 所以我會盡量的跟公司內部要求所有資源 讓這邊提供到我們台灣的開發者這邊來這樣 哇靠 不好意思 那個 我剛剛去拿那個公司 天啊 你天啊 你是誰啊 怎麼今天早上爆出一個 一個人 那麼兇 那麼有戰力的人出來 我剛剛去拿午餐 那個不好意思 他剛剛講了什麼 那個可以簡單帶一下 對 我剛剛都沒聽到 天啊很兇 我們也沒關係 你可以去 用BK是什麼 對啊 那個James 你可以 你可以再講一遍嗎 對 還是你還是你禮拜天有 我們禮拜天我跟你拼了 我禮拜天有不辦活動 可以 不辦活動的 我們禮拜天開辦辦學 這個太瘋狂了 就是 就是 我大概說明一下就是說 我們家現在想做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平台玩到後來啊 其實 像我們是做雲平台的 雲平台玩到後來其實最後就是 比就是開發者的數量 比如說像亞馬遜啊 好像 像騰訊啊 像阿里 他們都有在 他們都是在最後都在比開發者 那其實開發者是我們覺得 我們是最重要的里程輩 所以我現在就是 主要就是從 我從 我本來是在杭州工作嘛 我現在是回來台灣這邊就是 我跟公司自己說 我要推廣台灣這邊的開發者 所以我就跑回來了 那 推廣台灣開發者 其實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就是 我這邊 能打的 是路就是我最近研究完了 其實就是對標ESP32 反正ESP32 他有做的東西 我們就有做 但是他有一個比較短板的地方就是 熱心他本身沒有雲 也就是說他沒有一個雲平台 他也沒有APP 那你用熱心的東西 你基本上你要接 自己接一個NQTT 或者是說你要去接SynSpeak 什麼BL1K 這些東西 你才可以做一個很像demo的東西 可是你用我們的有一個差別 就是說你用我們的 你直接APP是隨時ready好的 然後你要OEM 我隨時可以幫你做 你大概在我們平台上操作 大概半小時吧 你的APP 就已經OEM完了 換皮換LOGO換完 就可以下載了 但是要花錢 在這情況底下的話 Maker 我就是可以幫助Maker 從一個demo的方式 轉量產的部分的話 是我這邊可以幫助的這樣 那產品的部分的話 有空其實我們可以多聊一下 我們家現在的SKU應該已經幾十萬種了 但是如果是以單產品項的話 大概是上千種這樣 就是說比如說什麼 像我現在收到的公司 是寄一個智能跳繩給我 其實基本上我就智能跳繩 就可以跟我們APP做搭配這樣 還有智能的萬能遙控器 接下來會做活動 我也叫他們寄100個萬能遙控器過來 那這萬能遙控器就可以搭配我們APP 你人在外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控制你家的冷氣 就比如說你還有10分鐘到家 那你就可以先控制你家冷氣 你用Siri跟他講說 Siri把冷氣打開 那其實你家的冷氣 就透過這個紅外線窯空氣 就把它打開這樣 那你Maker在開發的時候 你現在拿我的開發門去玩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跟這個 紅外線窯空氣做搭配的 你也可以去跟我們家的 其他的智能設備做搭配這樣 所以我認為競爭力還是蠻具備的這樣子 然後同時 同時我也在跟瑞玉準備要跟瑞玉談 就是說阿米巴裡面其實本身就 讓他塞我們家的SDK這樣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合作夥伴 那這個我現在還沒有談進去 就是還在努力當中這樣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就有一個 接一個亞馬遜的羽毛 還有他們自己一個小的NTT 我們自己是有接亞馬遜的羽毛 還有那個Microsoft Azure 對 對 這個就是等於是說 我現在還不知道是要跟瑞玉談 還是要跟Scott談 所以我這個還在 還在請我們家的大佬級別的人物 去跟他打招呼 打完之後才有辦法談進去 就在阿米巴的官網上面直接 可能就我們SDK 就剛才各位在講的那時候 怎麼樣把這個SDK弄進去 其實有點類似的東西這樣 那我們前期是用熱心 熱心原本我們是熱心的最大的客戶 但是熱心後來就是我們出了一些狀況 那有些故事 那後來我們就 最大量就切成瑞玉 那瑞玉現在出一出就遇到 2020年2021年疫情的時候 遇到了就是我們現在沒有芯片 那沒有芯片的情況底下 我們只能被迫轉BK 不是我們想要轉 那我們現在就換了 那個BK的它的製程可能比較差一點 所以等於是說它沒有這個缺貨的問題 那目前我們就是兩家並行 但是在開發板的部分 我們從瑞玉的板子都已經換成BK的了 那就是雙模的藍牙加Wi-Fi這種的版本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因為我們後來想了一下 就是說寄到台灣寄到歐美的話 開發板要給開發者的話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運費的問題 這個是暫時來說 是由我們來吸收 就是我們公司自己來吸收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有點像 Arduino Nano的這種版本 那這個版本其實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在洗了 最近會再出500片給我 那我拿到之後其實 那我現在這邊是大版 像我現在這邊有的是大版的BK的 然後它那個大版就是說 你拿到的時候 你直接跟Arduino Uno直接 拼圖拼直接接上去 你就可以開發了 你在Arduino上 就可以開發我們家的東西了 那在Wi-Fi跟聯雲的部分 這一段我都幫你做掉了 所以其實你只要專注 把Arduino開發完 你的產品就做完了 那APP雲我全部做掉了 那對這一塊來講的話 對Maker就會比較有競爭力 OK 我想問一下這些東西好不好 因為我剛剛聽下去 我發現到有些點我想要提醒一下 像你們說你們要做的是專注在Maker 最前端做好 剩下的東西 剩下什麼傳輸 就什麼傳輸 那些都你們包 對 對 我有些因為我自己算是 因為我自己在某些 我自己在的那些時間 就是從頭到尾要自己做 我想問一下 能不能讓我們還是保留一點空間 讓我們也從頭到尾自己用 對可以開一條路 就是給我們從頭到尾 而不是說就用你們家的 對 呃 我聽不太懂你的意思 聽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說可以用別家的 對 就不要先用你們家 就是因為我自己玩的方式 我自己玩的方式就是從頭打造 那我想說看有可能 那我們還是再做一條 就是 那我們只有別家的 就不用你們家 我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們的開發版出來 其實就已經自帶了那個 就是已經自帶我們的SDK 其實基本上就是基層 可是如果你 就是像剛才在課堂上剛才講的 就是他有辦法 從A家洗到B家 其實你有就是 只要BK他有 他有資源的 你要洗你都可以自己把它洗掉 就把它刷掉就好了 就只是把他官方的尋規要蓋 對啊 就像阿米巴 其實我們家要整阿米巴進去 其實很容易 但是我們要談一個官方的合作 因為阿米巴他們就是自己跳 瑞玉就自己跳下來 跟我們整的嘛 但是如果我要直接把它洗掉 當然是可以 可是問題是官方沒有同意的話 我是永遠掛不上去阿米巴的網站上 所以我們是要有一個官方的合作 這種是 就是Official的 那你現在如果 Maker在開發的時候 你是Unofficial的 其實你是 你是線下要做是沒有問題的阿 就是你自己 只要你有能力去把它洗掉就可以了 好OK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你有講到你們家的 服務嘛 對 那這個問題會有點敏感 因為像最近那個 CM有些人要去找 找對岸算長 那我不知道 什麼意思 我講一下 我講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我回了超過上百遍 所以其實我可以跟大家回覆一下 就是 其實我們家的運 是分三個區域 三個區塊在做分區的 然後大陸當然是一個區 那我們用的是騰訊 然後海外的話 其實全部都是用AWS 然後放在美國跟歐洲 然後我們其實都有過那個 加州隱私法跟那個GDPR 其實我們都是合規的 然後我們都是找第三方的來做的 那個Trust ARC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董事其實是那個 我們後來就挖了一個 那個GE的前董事長 叫做Jeff Immer 其實我們就把他掛名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一塊 應該已經防得還可以的這樣子 都可以保障我們的一些隱私這樣子 是啊 因為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現在歐洲跟美國出不了的 進不去 不可能會出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認為這一塊 大家還是不用太擔心 因為那個數據是肯定沒有回到中國 回到中國 他GDPR他肯定過不了 那我就安心了 如果你有平台 那有辦法提供官方連結 或其他連結跟我們參考一下嗎 當然可以啊 然後我現在就是 可以直接發嗎 我覺得可能就是要跟 同期討論一下 因為我本來就是要做活動 然後我本來就像 比如說像這種 大家這種就是很有心的 我開發本來就直接送給大家 然後我還會做一個活動 就是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要背KPI 那我就是說 來我們這邊註冊成為開發者的 這種其實我就會辦幾場活動 就直接把100個 紅外線換的遙控器 直接送給大家這樣 就是說在FB上辦個抽獎 之類的這樣就直接送就好了 我這邊你可以踩煞車一下 我覺得你不能這樣送 我覺得你這樣對整個社群的養成 或是什麼活動沒有太大幫助 我覺得我覺得 反正我可以順著這個 有些人送的 就是有些人都是講說 免費的最貴 我覺得我們要把這件事建立起來 要拿到零件或是拿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要有一定的回饋 看可不可以是贊助我們這個活動 應該是說這樣 對 大家來寫共地 因為我們這個社群活動 真的這個社群活動真的很缺人力 來寫 是是是 對對 我想要跟你熬這件事情 沒問題 其實我想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我們家在內地 在做的這些開發者的一些套件 或者是說課程 其實 微速已經開始在追趕上熱心了 但是在海外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說在出了中國 其實很多人就不知道這家公司了 那好玩的地方是說 我是希望藉由大家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去想一下說 如何利用我們家的平台跟APP 去完成你的創意 因為我們家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現在在海外賣的品類 都已經很成熟了 就比如說智能插座 智能什麼 什麼烘衣機 什麼冰箱 什麼全部就是都已經賣爛了 那我們其實需要靠Maker的創意去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做了一個Maker的案例是 機械手背 他其實是跟印度的Maker在合作 然後他做了一個機械手背出來 然後可以用用我們的APP去控制機械手背 然後APP可以跟裡面 可以跟其他產品來做互動這樣 那我們其實想要帶給大家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利用你的 Maker的創意 然後利用我們的平台 大家去集合出新的東西出來 那我想就是大家可能也會漸漸的 完了一下之後就發現說 好像這家東西好像是真的比較 比較有點料這樣 那我就覺得 我可以把ESP32洗掉這樣 我是在努力中 就是現在是才剛開始這樣 因為剛回來台灣 你真的很兇耶 我最近有聽到台灣廠商說要把那個誰幹掉 我覺得我覺得很兇耶 我一直遇到這種狀況 那邊有人來講說 我們要拉回來的 我們在討 我們在討論是怎樣的 這個 我這邊做一個小的結尾 就是說 就是歡迎 如果你要 看起來蠻多人對你要講的事情有興趣 就是看你要禮拜天 我自己有很強大的興趣 說看你要不要禮拜天晚上 要不要來做件事情 那不好意思 先不打擾這一次的課程 那我們就繼續 因為我也是很認真把這個課程給聽完這樣 這不是課程 這不是課程 他是社群活動的教練 他不是課程 分享 對 我這邊還要再次強調 就是說慢慢學 就是有人願意來引導一個主題 可是你是不是很厲害的人 或對這個主題是不是很熟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你願意來開個頭 然後很多人願意一起分享去補足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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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個人的經驗這樣子 我想要強調是這部分 那不是課程 嗯 那個 欸 沒有 我想說可以先 可以把那個 JAM把連結貼在聊天室嗎 對對 可以 看一下 可以可以 我等一下馬上就發 發上來這樣 那 我先不打擾 因為繼續 繼續 謝謝 就是開發版這個部分 我比較想要 如果說要用模組的話 就是用那種已經做好的872 我都可以 不然就是不要直線在那個 不要直線在那個 阿米巴上面 可以換其他的 嗯 可是我們 我這樣 我這邊還是抓回來 我們這樣 自線會開太多 我覺得 反正現在我們把 把問題範圍縮起來 到兩個 兩個選擇上 是20或是22 然後去走 然後另外是說 剛剛有提到一件事情 是說 因為它 牽扯到那無訓通信 我自己想一下 如果 因為自己去手去焊 或什麼之類 它可能會 一些硬體的 一些Bug 或問題會產生很多 所以我在想說 那 那是不是就是 回到 22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去弄一個 一個 比較小的開發板出來 然後另外是那個 官方 官方那邊弄的開發板 在超大型 所以我目前的 個人的想法 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把 那個要討論的 是 的範圍把它說到 說到最小 那另外如果要走 8720的話 那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掃路的那個 第一個關卡 有沒有辦法透過 這種 這種硬體那個 PT量的設計去把它 把它解掉 其實就把 它原本的 AT 它原本把 那兩隻腳 連到340那個 那 我自己想到的 第一個做法就是說 把 340的那兩隻腳 連就連到 LokTX和RX 嗯 不然就是說 不要 不要勒那個 Danko 對 就 把那個 就不要把那個 TTL的 Danko取消掉 都是拉腳 然後 反正就是做的 跟Adeno Naro一樣 或者是說 跟Pro Mini那樣子 就是 他把那個 把他兩隻 燒路腳 拉出來 然後再加一個 接地這樣 就讓他自己接 就讓大家自己接 這樣就會 也可以 達到 我之前想講的就是 省電這個部分 嗯 我覺得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可以往這樣子做看看 就是你 這邊的比較 建議的手盤就是 BW那個模組 然後自己 Layout 然後剛才提出來 那個 那個線路那個接把 把它修正 就出來這樣子 嗯 因為 像馬爸剛剛也有提到 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出來 他 也不是為了那個 也不是為了開發 而生 他也不是為了 Amiba 或者是Adeno 他只是為了給一個 有無限的 solution 需要的人 就是有去找那個 無限的人 然後可以 很快速使用 一塊模組 所以他沒有去 考慮太多 所以他就是 雷他們少的關係 了解 了解 那現在是BW車 跟那個什麼 馬爸提到那個什麼 872那個 油票桶那個 對 那現在是價差多少 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50塊 一個是多少 我是沒有去看太 那個價差 但基本上來講 你功能越強 那個錢就越貴 就說 嗯 了解 因為我也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資 就是 就是如果要做一件事 我自己個人資源優先 所以就在考量說 可以做出一個 擁有那種5G的東西 然後大家又可以玩 開心的入門款 的部分 就是順著大家的討論 然後下來 就是再 再 再又更縮小方法 再想想這一塊 OK 注意 那其他人有想法嗎 我想看像個 New James的方法 對 那如果照黑帽 你那個建議的方式 那個BW的那個什麼 用這個走法的話 那種PCV的設計 會很複雜嗎 其實官方早就有出那個 他們好像有BW12的那個 線路圖 對 那我不知道BW16那邊 要怎麼給它搬過來 因為 16和12本身就是很不同的 所以 應該 整體來講 如果我把340拿掉的話 應該會變比較簡單 而且 我們 一開始跟主席討論的時候 說要用那個 AMS117 就是 那種坊間常看到的那個 LDO IC 所以 還蠻簡單的 就可以把那個開發的那個 把那個 Layout的那個時間 就更 簡短一點點 因為基本上都有電路 就直接拿過來用一下 然後再算一下 嗯 因為我也在 反正我這邊的想法 都完全都是那個 那個成本的問題 所以 想到的是說 因為 那個什麼 深圳那邊有些公司 在送洗那個 那個板子 它有一定的在一定的面積裡面 它有一定的價格 超過那個面積的話 就 就有點不太妙 所以我在想說 如果 BW16 然後走那個 最小面積的那個 送洗的那個 那個板子 的大小 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呃 鴻奇這件事情 我講一下 就是 我最近有 沒有我剛剛 打完疫苗回來 你知道什麼 你會想睡覺嗎 還是 超想睡 我快 超想睡 嗯 睡吧 就是最近 最近我有送洗那個 送洗PCB 就是呃 10成10以內 如果用free card的話 它是 我最近送是32.78塊 我不知道為什麼變那麼貴 嗯 人民幣啊 32塊人民幣 再收網 再收網 對啊 本來 本來 呃 是5片啊 5片32塊人民幣 然後之後本來 本來是5片大概5塊錢 嗯 然後現在變有 現在它free card好像要收費 嗯 就是大概是這個價格 10成10以內 拼板 它不管你拼多少塊 反正就10成10以內 就大概是32塊到35塊 是 了解 哦 那那個什麼 活著你可以幫忙看一邊 如果是走PW10 然後弄 弄那個 剛才那個黑貓講的那個開發版的 修正 那個那個PC桿的修正 然後再送行花 你覺得有 嗯 可以看一下就是說這個 這整個成本會 會壓到一塊 一塊這樣子會 要 要多少錢 欸 你是想要拿掉哪一些 你說340 340跟那個穩壓拿掉嗎 沒有沒有 是這樣 340拿掉 穩壓留著 穩壓留著 340留著 但是 呃 把LogT3和LogRX接到340 就不是兩根AT 進步去這樣 就是 不是走AT comment嗎 對 不是走AT 走Log而已 對 就直接給他轉收度 欸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查一下 不要用CH340G 你用CH340N 或CH340C CP2102可以嗎 太貴了 好 CP2102不行 CH340C吧 340C或340N 黑貓你可以開你的分享畫面 哦好 謝謝 謝謝 我直接分享我的畫面 好 因為有些 340C 340C跟340N 340N的話是8PIN的 就是主要看你有沒有要用到那個RTX的PIN RTX RTS這兩個PIN 對對對 對對對 它最主要是這兩個 N的話就會變得比較小一點點 對 呃其實最主要的差別是340G它要一個Crystal 340C跟340N不用Crystal 哦 所以 如果用340N的話 它就變得更小這樣 對 但是更小 在外接個Crystal這樣 對 可是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要看那個模組本身它有沒有Crystal 不然的話它可能亂碼量會很大 它這裡 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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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那些 你注意看它原廠的高速連接 比115200還高 如果你那些都不要的 那 你就可以用便宜沒有Crystal OK 所以他們那麼cost down的都還要用有Crystal 因為他們原來設計給AT command用的 對 他們本身出來就不是為了那個 呃我們這種開發 開 我們這種開發者在玩的 他本身就是給那些 有需求的呢 然後可以快速做原型的 直接打包啦 對 就把那些很複雜的東西都已經幫你打包成最簡單的 而不是我現在在做的 就是從頭到尾自己寫 自己寫一塊其實不難啊 我說的是自己寫 我說的是自己寫 我說的是那裡面的任 認體自幹 對 我們不是像我這種自己幹的那種 他是有需求直接拿來用 對 就像我為什麼想說自幹這種事情 因為像我自己的就遇到了 就 之前有個專 就之前我們學校專題 我們學長就為了 因為他我們有買那個DT06 就是Wi-Fi的那種 ESP的Solution 可是那個他會發他 然後有沒有說 因為我們其中有一個要發HTTTP的Packet 所以就沒辦法 那塊DT06就沒辦法這樣 那塊DT06就不能這樣玩 所以他就 好啦 ESP01自己買回來 然後又自己寫一遍 對 他最後解決方法是這個 然後後來就遇到 那所以 買模組已經 應該說他是件好事 可是他有這些壞事 因為當他沒有你需要功能的時候 你就只能自己自幹 對吧 嗯 我們定義上是說 他就是要玩5G的入門 AC 對 應該說AC Wifi 對 所以 我覺得 整件事我在想的是 這個 這個 這部分 其實 不然就是說 把340直接拿掉 也可以 就直接 像那個 我看一下那個 你突然叫什麼 我突然又忘記什麼 迷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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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 對對對 就這個 就這個小小塊的 超 這個小小塊的 嗯 這個小小塊的也會更讚 因為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只剩這個嘛 那他整個耗電量就會變更小 對啊 他的耗電量基本上來講 不會說控制的很好 但基本上來講 就 會比還要再多拖一個 CH340還好很多 嗯 因為你是 你就只是把那些腳拿出來 啊 你平常你是要給他上 可能要直接拿來做demo的時候 你就只要把電 你就只要把電 把電池接上去 然後什麼都不用 欸 這裡我就停一下 我想要想要點的是 因為 因為這樣的這個開發板的設計上 我覺得他個人比較是 是給要有心想要 成為工程 就是工程師學習的 過程的一個開發板 你說 或是 第一塊入門版這樣 對對 可是他 如果那個USB那個都拿掉的話 就代表就是說 他不是 他的命運就是不會 想要給那些想要 就是 你必須要進階一點這樣 對對對 或者是說你的學習定義上 就是 就是 我就是很堅持 我就是 未來要繼續走下去 對 OK 不然的話 而且他 對 沒有 對 我想要 Bback那個 黑貓的 開發板的 的想法 這樣子 好 沒關係 其實 就是 就是 對 就是 有好有壞 就是 想要回 回復個人的想法 沒關係 沒關係 就沒差你們想要留也可以 欸 黑貓你說那個 340會耗電的這個問題啊 就是你可以透過 你可以透過加一顆那個 加一顆電晶體 然後就偵測 VBus有電源才開340的電源 哦 然後再透過那個 Jump 再透過 Jumper 其實不用 不用Jumper你就直接一顆電晶體去開就好了 哦 只要偵測我 VBus那邊有電 對 你VBus有電 它CH340才會通電 不然的話就是完全斷電的狀態 好像也可以再加個340 然後那些東西都可以雷這樣 好像 對啊 就是看你要怎麼做法 因為 有 要USB 有USB的雷法 沒有USB 有沒有USB的雷法 嗯 OK 那 沒關係啊 那就 拼火腿了吧 對吧 因為這在雷的狀況下 其實來講我也算是自己 應該說我高通不是學太好 對 我到大學才在那裡 欸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走 走BW16 然後剛才討論的這部分 對 就是 再加個那個 電晶體 然後去看說 VBus那邊有沒有電灌進 如果沒有就沒有 如果有就這樣 好啊 OK啊 不然就這樣走吧 這樣也可以啊 等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誰要畫 問一下 問一下基本問題 怎麼 那個BW16加上那個綠色那一塊 現在賣多少 現在賣多少 你是說那塊整個 那個BW16只賣170嘛 我們都講未積170嘛 如果整片呢 哦 286 好吧 快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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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的是300 快300 剛好 這個 那個 尷尬區啦 尷尬區啦 286 他們應該是這塊 我來看一下 他用的是什麼芯片 對啦 他用的那個USBGGL是哪一顆 340G啦 因為你有看旁邊有一顆Crystal OK 我來查一下 340G啦 我跟你講 那個AiThink 可以不用Crystal 他都不會用Crystal OK 我來看一下 所以他應該有碰 他知道有些狀況 所以他放Crystal 那你因為這樣子你省了一些錢 可是你最後打包完會不會跟他的差價差不多 還是要跟他原廠談 稍微談一下 50片 30片那個價錢 就是以大量拿去算他 對 30片 50片 對啊 因為他放著也是放著 沒關係 我先來看一下 340G 跟阿米8萬一樣 阿米8萬也打包出來賣 又重新掛上去拿回來賣 這是多少 這個3.95 340G 我們先記一下 US3.95 這樣子 這樣子其實有點貴 加起來有點貴 沒關係 我們先串一下 這個要去淘寶看比較好 對 我是阿力 我先從阿力看 340N 就比較便宜一點點 可是沒有便宜多少 嗯 因為我在想說如果這個設計完之後 就是看 就是 就看 走極之 那你買 萬一你去買到 你買到的不是DM 你買到的是那個C的話 你不是昏倒在地上 只有2.4G 沒有5G 沒有5G 一樣8720 一樣8720 後面C跟D就差很多 差很多 不一樣 我們就是有人買回來啊 長得一模一樣 跟阿米8D的那個8722 DM的樣子 一模一樣 放大 還好他沒蓋鐵蓋子 放大鏡一看 怎麼不是DM 怎麼只有C 結果發現他只有單品2.4 算起來算起來是沒差太多 340G和340N 10塊這樣算的話 一顆也才11塊錢 或是當沒有差很多啦 跟你講那個是技術規格的問題 才會放10英 那現在很摳 差一點點他就會摳下來 好吧 原來是這樣 如果 如果我們的用法還有一種 不要透過USB那個 透過那個TXRX 232的那個 FT232那一種 外掛的 嗯 那也是一種方法 就留四根腳就結束了 就跟這個 Arduino 那個Mini一樣 ProMini 就是上面沒有一個 變成這個小小塊的那個嘛 就變成像這樣的小小塊的 對啊就已經開始黑貓提出來那個方 那個就是我那個 想要的最小系統版的那個做法 對 可是像鴻奇剛剛有講到那個 像鴻奇剛剛就有講到說 這樣子的話 可能對剛入門的會有點那個嗎 會有點那個 困擾在 因為他還要再買一個那個 沒有我這邊我收回來 我就是討論到現在 我覺得又有一個 我就會修正我的想法 那個想法就是說 既然你都要玩到5G了 你沒有一定的能力 你還是不要去碰5G好了 所以我覺得 對對對 我覺得我覺得就是又回到這邊就是 就是我覺得 黑貓在這一條路是可行的 就是你完全不懂 然後你就要跳去玩5G 那你不是開大車去 去撞牆 開大車去撞牆 對對對 還有個藍牙喔 你不要忘了喔 這個上面有藍牙 不像8266沒有藍牙喔 哈哈哈 我先去拿一下東西 那個你們先聊 對啊所以我覺得就是 都覺得我修正 修正我的想法 因為沒有沒有透過大家一起討論 那時候就是會想法 我也比較 比較自以為那個想法 我們現在一個是功能性啊 一個是說你有沒有辦法 弄出一個有點紀念型啊 就是他的賣點 不一定是處理器光環以外啦 嗯 像你台灣Do you know 那個有那個賣點 嗯 啊你要不要乾脆移植上去 把那個AVR拿掉就好 移植過去 台灣Do you know 嗯 對吧 啊台灣Do you know SD卡那些東西 都可以省掉啦 嗯 啊不行 8720不行 對 不清楚 就啊 就啊 就直接 SD卡那個模組還要在啊 對 嗯 要 對啊 啊 啊那個至少有個賣點啊 那不管你功能力 多少頻率啊至少有個賣點啊 是 而且對岸不敢跟你講啊 看啦看啦看啦我們隨便想隨便想啊 啊如果如果是像我們這種要玩的就矮一片就夠了啦 嗯 你說最最小的那個那個 那個最快的啦 因為你要打包現在打包小的LCD 都都是要走那一集的啊 對 呈亮呈亮弄的那個就不錯啊 嗯 對啊 啊如果是CAMERA 如果是相機應用就不要到不要到ARM的 嗯 相機應用就回到那個LX7的 對 嗯 當然是系統功能 那個那個不是我們寫的部分 哇哇哇哇哇 我們現在在走在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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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了 是要 不會啦 這種東西少量的幾千塊就打掉了啦 沒關係啦 就弄一塊出來 半半版版本對啊 對 對 逆賣價一千塊 靠 沒有怎麼辦呢 沒有我我我單單單單純就是想要 對啊那個什麼那個什麼賣什麼 什麼 什麼分論這件事情 就是也是值得討論 可是我現在我最想要走的是把這個 大家一起完成一個計畫這個流程把它走完 對啊 所以現在的一個對我來說比較麻煩的一個一個 抉擇的入口就是說 要不要上USB跟沒有USB這部分 對 我的想法是應該會造火腿的 我如果來講的話我覺得火腿那個收入 那個收入選最好就是再加那個 再加個電晶體這樣 學習對上專業好用這兩個是充補的嗎 我自己當學習 我自己當一開始學Arduino的話 我當然會覺得說 哇它這麼方便 我只要插一個USB就好 對啊 這就真的很方便 但如果對上專業好用的話 就會像我考慮到就是說 我要把那個東西都拿掉 全部拿掉 我要把那個東西都拿 我要把那個USB當口拿 把那個TTL的東西都拿 把TTL的那個晶片拿掉 對吧 那我當然就是要給它最低的電量 因為我就跑低功耗 我就往那個感測家低功耗的地方衝 所以我當然會對這個東西會有點 會有一點敏感在這樣 所以黑貓你剛才在講的那段話 是暗示火腿要來接把這個東西畫完 沒有啊 要畫到OK啊 我沒有說 像朱祺不是說有先畫嗎 對 對 對 我有先畫 但是工作比較忙 沒關係啊 就暗示出要出兩個產品 這有點怕 如果說要畫的話 哇 我可能要急 因為我最近也比較忙 對 還是說 不然我們就是安排活動啦 就是每次的活動就是 大家就是看一下要怎麼畫 那你不要用你 就是額外的時間去做 就是每次慢慢去 就是它就是一個主題 然後畫在開 對啊這樣 這樣可以 空點時間出來 然後跟大家指示廣益一下 對 OK啊也可以啊 好那我覺得已經接近十二 快十二點半了 我這邊 這邊不好意思 就是我就是比較 比較 霸道總裁的 所以我就是 那我們這樣好嗎 我們就是 就是定調 我覺得還是走回這條路 就是那個USB 那一部分 對啊 只是說看要不要再加火腿的那個想法 對啊 因為我覺得火腿那個很讚 對 加一個電 加一個電晶體上去 這樣也可以 嗯 好吧 對啊 OK 那那接下來就是這個 再延續下去這個這個活動 看 看要排哪個時間 我們就開始 開始 線上畫 畫PC版 這部分 現在 那個 大家陪你畫PC版 對對對 看火腿還是誰 這邊 可以可以安排的 就是任領一個半半選時間 對啊 然後就一起即時廣益 把這個東東畫出來 這樣很讚 嗯 我想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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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開嗎 那我很久沒有畫PCD了 對 反正我剛好最近也在畫 開 OK 那火腿你剛才貼的那是什麼 對 欸就是 那個D1 mini的 CalCAD的樣板 哦這個 就是這個小小塊的這個 對對對 我要看到 嗯可以 欸對 軟體的部分也是個問題 嗯 因為像我是用ALTEN加Circure 然後有時候會用ECDDA 大家可能就用TK的比較多 可能有些人是用TK的啦 對啊 啊像我就是沒用TK的 那這該怎麼辦 看要不要統一一個軟體還是怎樣 呃我的立場就是又是八道總裁再來一次 就是那個什麼 我是 就是 開源的信徒 我就覺得還是TK的 對啊 對 好 好啊那就 那就請那個朱祺幫忙 就是安排下一次那個 泛漫選時間 好 OK 那就麻煩朱祺了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共筆那邊可以 把稍微最後 我們討論的那個 看誰可以補充 就是 我們就決定要怎麼走的這個 這個規劃設計 稍微描述一下 好可以啊 就那個 那個BWCO ACADEMY EBB這個 對對對 嗯 我再發一遍連結給大家 OK 這個要開 這個要開 等一下喔 好來吧 OK那個 呃 有想到的可以在那個 購小站那邊再打一下 好 那個就 誰幫忙整理一下 好 那我們就是讓時間 那個 就安排好就是 我們就 呃這個系列是下 下禮拜或是下 下一個 下個時間我們再 再去討論 好今天今天就到這邊 OK 然後 對對對 然後最後就是 這個 主題結束了 然後 OK 欸然後那個誰啊 那個火腿 嘿 你對那個什麼 對順美拍熟嗎 欸對你很熟 蛤 你順美拍你很熟嗎 對不對 還好還行還行 是 因為我昨天很不要臉的 跑去跟 好像是 炎華還是 滑岩 你說最近一直在推那個 推什麼測試 工業用樹莓派 對 我很不要臉的去跟他講 欸你要不要 大家底下留言 欸你要不要弄一台給我 我們幫你開箱啊 之類的 炎華電腦很有名 什麼滑岩 喔沒有啦 就不熟 就不熟 就我不就是這個領域的啊 我大概 我一直在這幾年才知道 有阿米巴有瑞翼這東西 我怎麼知道 科技 科技業 科技產業這公司 人家是公控的台灣之光欸 啊真假的 那麼那麼兇 真的啊 號稱啦 工業電腦台灣之光 對啊 他說他出了一個 樹莓派的那個殼 是不是嗎 我覺得他有一系列配套的 配套產品 他是整套樹莓派 說到那個 炎華 我FB有一半都是他的廣告 你只要點了一次之後 都是他的廣告 對真的 我之前有點過TI的 炎 有點炎華的 然後有一次我看上那個 Silicom Navas的 基本上 我現在都是那三家的廣告 然後什麼那個叫我賣什麼 什麼 什麼 那個 原位內 原 賣 那個跳過跳過跳過 那個先不要先不要 麻爸你要跟我說什麼 炎華齁 那個ATOM你還知道吧 ATOM在地 對 後來就跑到炎華去了 炎華把他買下來 不是 跑到那邊去做 然後三根柱子 差一米里也是那邊出來 真的喔 哇 不要講 他有一個卡榫 讓你避震 你這個 你這個只有 只有 只有在那邊玩 一段 就是老司機才聽懂 你在講什麼 不過沒關係 是這樣 對啊 好 我就是有 就是回到這個 剛才那個什麼開箱 這件事情 我有 不要臉的去跟他講 可以給我們 給我們一台 我現在寫文件 只是現在就是 接下來要找 看要找 找 找 學友 老學友幫忙 有沒有誰要興趣 玩 那我就會 就會加速 火腿啊 火腿啊 哎呀 火腿 這圈拿落鐵 你看 要用落鐵看 你看看 那個連結 不是殼吧 是整台主機吧 他是 他是直接包在裡面的 對啊 是啊 可是我之前看到他是一個外殼啊 他都有出啦 他都有出 他有擴增套件 也有整套的套件 OK 大海 今天沒有參加 他這種人 不是很喜歡玩這個的嗎 你怎麼跟他在講說 這種人 他跟他走 昨夜應該也 沒有 很晚 就是 很晚的時候 我們稍微簡短聊一下 我看他也是 也是失眠 還是晚睡 對 他最喜歡玩這一集的 你怎麼沒有先找大海 你說那個 工業 工業的 所以他 大海去 他們兩下就不敢出來 我可以講一下 我參加辦法選的心得嗎 是請說 我真的覺得他跟我在學校不一樣 真的喔 學校都是 有沒有問題 不講話 這裡 不好意思 我想插話一下 不好意思 我也想講一下 超有趣的 超讚的 代表這個活動成功 這我想像的畫面應該 就是這樣子 他跟我想像中的那個社群 就是這樣子 我超愛這個 對 對 這樣嗎 在學校有沒有問題 鄭宏奇 鄭宏奇 有請說 媽媽請說 怎麼會自己一樣呢 那個 人家內地講四個字 形容你現在的狀態 內地 有辱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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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很斯文 我老婆都說我很斯文 沒有 我說 你這樣子搞是有辱斯文 人家那個大廠對大廠 你們小蝦米要去挑戰大金魚 不會啊 反正我們又沒有成本 我們沒有 我也沒有退路 也沒有什麼好損失 好玩就玩看看 不然怎麼辦 而且大廠都被騙了 他專長 我們班班學有一次要繳錢嗎 好像沒有 什麼繳錢 我們有參加過一次班班學 要先繳個一百塊還兩百的嗎 好像還沒有 為什麼要收錢 我不太懂 沒有啊 就剛剛 老爸有講到 高級不去收錢 高級除了錢以外 什麼都有 出了錢 好啦 就是賣人消耶 就拉回來 就是好啦 那就 那就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 火腿有進去 然後我就繼續不要連 去跟他們要 要看看 對啊 OK OK 然後改天就要看到他的QR Code 聯華公叩 好啊 好 那就 剛才BK那個QR Code 丟給我們 哪個QR Code 哪個QR Code 對啊 剛才進來 哦 你說GIMS那個 對啊 對啊 那個真的很兇耶 真的很兇耶 我是甚至已經幫他 想好那個 那個什麼 禮拜天的節目了 就是 跟禮拜天沒有關係 禮拜天之前 一定要把所有資料拿過來 我們才能夠挖餅 OK 這一個嗎 我把那個 算是剛剛的Ru James 講到的他們家的那個官網 我已經給他放上去了 OK 有耶啊 先給我點下去看 他們家真 超兇的 他要打ESP散熱 怕爆 可以啦 我覺得也還好啦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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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到大家都 就是那個 在那個網路上 或YouTube YouTube的那樣的聲量 你會看到 蠻多人在用ESP散熱的東西 可是竟然沒有發生說 欸有人出來要 就是跟他 跟他 跟他拼的那種感覺的 在廠商 要是拼命 都還敢 因為要想 要想辦法給他打掉 超級 那個野心自我沒看過的 對啊 好 那 那就 今天到這邊啦 大家可以好好 吃中餐啦 要吃飯睡個午覺 要吃飲料 對啊 就週末 那晚上還有一場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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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要分享 那個自己開發的影片 好 那就先這樣子吧 好 拜拜 我電腦要更新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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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